高雄第一間新建的社會住宅凱旋青樹 住戶入住不到一年 卻傳出因為這真煙氣太敏感了 容易誤觸 警報器時常亂響 而且一個月就會發生兩到三次 讓住戶抱怨快被逼瘋了 7號凌晨社會住宅突然警鈴大作 住戶被吵得受不了 出來查看 一看發現是以戶住戶陽台的 真煙氣發出警鈴 而且凌晨12點多 2點多各一次 住戶求助無門 訊息封湧向議員求助 寫說警鈴響起了 又來了 我要瘋了 原案議員先前曾經在質詢時反映過 承租戶入住不到一年的高雄首間 新建社會住宅 煙霧偵測器太敏感 容易誤觸讓住戶不堪其擾 質疑萬一真的發生火警 住戶可能會因此失去戒心 針對議員質疑是否處理態度怠慢 主管的都法局也採取行動 會邀請我們的消防局 消防器材商還有消防工會去進行會刊 做調整 這戶社會住宅4月底才發生外頭下大雨 樓梯也下小雨 住戶還得撐傘爬樓梯 新社宅狀況連連 住戶只能期盼相關單位 儘速改善 記者陳立國高雄報導 久保安 貝通 支持 綱瞳梯 綱瞳梯 男後